2024总统大选开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跟鸿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的动向备受注目 尤其已经表态参选总统的柯文哲 尚未决定复首人选 外界高度关注柯郭沛是否有谱了 而对此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昨天公布了郭柯沛的民调 根据民调显示 有33.6%的民众乐见柯郭沛 但是有49.6%不乐见 另外不知道跟美意见的 分别占了3.1%跟13.8% 其中不乐见的比例接近半数 而且比起乐见的多了16个百分点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就认为 这样的民调结果相当程度反映了 目前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 近半数的人对于柯郭沛都保留了一种态度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